我姐肚子里还有你的小孩 结果你在外面有女人 亲家母是这样教你的吗 当初你那么想取我们名利 怎么可以取到手以后 就不珍惜了吗 亲家母 别说我儿子没有珍惜你女儿 你女儿一天到晚都以工作为主 有时候我看不过去 跳出来念她两句 都还是我儿子跳出来维护她 替她讲话 你自己摸着良心想想看 有人家当媳妇这样当的吗 亲家母 这次是我儿子不对 但名利多少也有点问题 是我介绍她去工作的没有错 但既然结婚了 就必须要多花点时间 经营自己的家庭 就是说 你女儿一天到晚 加班加班加班 我儿子每天下班 回到家都看不到自己的老婆 你自己想想看 哪一个男人长期这样子 会受得了啊 所以你的意思是 全天下的男人只要老婆不在身边 就可以合理出轨了哦 大人说话你小孩插什么嘴啊 外遇就是错 错谁都可以执政 你们明明知道建伟犯错 你们还让他这样继续下去 你们做父母的都不用反省哦 所以你现在把罪都怪在我们身上 都赖在我们身上咯 我不用赖啊 今天外遇的是你 背叛婚姻的是你 让这个家破碎的也是你 对 都是我的错 是我有了第三者 但第三者一定是女人吗 婚姻是两人世界 所有破坏两人世界的都是第三者 包括工作 是你让工作介入我们的生活 我每天回到冷冰冰的家都是一个人 我才会认识弱人 她又乖又听话 天天对我虚怀很温暖 跟你不一样 大人不一样 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温柔的女人 你认识我的时候我就已经是这样子了 你要娶我的时候你不清楚吗 拜托 当大太跟当女朋友能一样吗 你就是这样子 我们家建伟才受不了你 所以上次你让妈帮你提离婚 那个时候你就跟弱弱在一起了 对 建伟本来想跟你离婚娶弱弱 我们也跟她吃过饭了 谁知道你会突然有小孩 那还真是抱歉哦 会不会坏你们的计划了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你就不要穿牛角尖了嘛 好不好 你就安安心心把孩子生下来 你会叫建伟跟任务分开 我不要 我要跟你离婚 还是我自己养 你想的美美 你现在肚子里怀的是我们成家的骨肉 我相信小孩生下来以后 若若也很愿意当他的妈妈 我们成家呢就是一家团团圆圆 要走你自己走孩子不能带走 太有心了 你看这些人 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要听到说公司就有 业务部门最辛苦的几个字 我们公司每个部门的人都辛苦 尤其是那个挺着大肚子 名利处产更是辛苦 但是成天把辛苦挂在嘴边的人呢 就是一种无能明白吗 总经理 这是今天矿植人员的人事资料 您确定要全部解雇 永不录用吗 有什么时候跟你说话不算话了 但现在用人恐急 用人恐急不能够姑息养间 我跟你们说过很多次 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 招募人才两个方式 第一个对外招募 第二个内部保存 我们想一想 我们内部有哪些人看的 各位 我们现在就开始 来一个状况模拟 我跟你们讲啊 我看女孩子第一眼都看哪里 我会先看我自己的老婆在哪里 我不是跟你讲过吗 不要一天早晚打电话过来嘛 我就是想靳伟了 忍耐 你都忍耐那么久了 但没必把肚子的孩子生下来 再说嘛 我要准备水利 让靳伟带回去向静友 乖 原来妈喜欢吃水利 你能不能别一看到我就生气 走那么快 小心肚子里我们的宝宝 什么宝宝 口口声声说宝宝 你跟别人远远在一起的时候 你想过他吗 我们全家联合起来骗我 让我觉得自己像个笨蛋一样 你没有想过英雄怎么跟他解释 我都跟你说我错了 你看在孩子的份上 原谅我这一次吧 哪一个男人受得了 自己的老婆每天都只想着公事 对不起对不起 我错了这个事情我以后再也不提了 以后你们也不要提洛洛 我会离开他 我不会放弃我们的家的 你是不想放弃这个宝宝吧 吴米丽 你不要再无理取闹了好不好 我都已经跟你低头乱出了 你还想要怎么样啊 我不想怎么样 我求你跟我回去吧 你再不放手要叫人了 我是你老公 我跟自己老婆说话 你叫什么人啊 从你跟别的女人上船那一刻 你就不是我老公 放开我 你听我说 你放开我 不要那么固执 你跟我回去好不好 你不要跟你回去 你不要 放 放手 放开我 冷静 你放开 救命 厨长 你没事吧 怎么了 厨长 厨长 你还好吗 怎么了 这种病院 回去 我要生了 生 你要生了 好 那你 你可以吧 你等我一下好吗 等我一下 我 我去叫吃 医生 医生 护士 有没有人啊 护士 发生什么事 她好像快生了 好帅 她好像很痛 很痛苦 快去通知医生 大厨 请先挂号 帮忙填起病人之类 不是 小姐 不好意思 请问 刚才有一位孕妇吴小姐她 她已经进产房了 恭喜您要当爸爸了 我跟她 我是爸爸 好吧 恭喜 是个男孩 我 您要不要抱一下 没事 我不是会有第一次吗 小心 谢谢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 这样抱着一个小小的婴儿 她好奇地看着我 想好奇这个世界 好奇妙 一个全新的生命 就在眼前诞生 而我是她第一个认识的人 仿佛 我就是她的世界 仿佛